今天我們為了精選的國際話題 要帶您到這裡東京 僅僅只有九十公里的熱海 來看看這個地方 其實有海景有溫泉 而且甚至這裡還有 曾經有一間熱海賀屋飯店 它其實是很多新婚夫妻蜜月旅行的首選 但其實在日本的經濟泡沫化之後 其實這一區也逐漸沒落 但是香港的凱容企業在今期 是投入了一點八六億美元 把這個地方給改建 而且也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熱海珍珠之星 整棟樓八十七個房間 每一間都有露天溫泉跟管家服務 那算到今年三月 其實像你剛剛看到的這起案例 一樣的外國買家 來買日本飯店的交易案 已經占了一半之多 當中還受到注目的 還有包含了東京的凱越飯店 那這個飯店是美國的KKR公司 在上個月最後同意跟交易的 那估計的總體的售價是 五百七十一億日元 所以算一算 日本飯店最近交易的國外買家 就像剛剛說的將近百分之五十 他們到底都看好些什麼呢 多半看好的是疫後觀光 所以他們的操作策略 是把人家的老飯店買過來重新改裝 不過中國富豪這一回大膽的投資 其實也有幾個要點 包含了他們希望可以把他們自己的財產 能夠放在國外 另外同時也希望自己的子女 在我們買了這個飯店之後 能夠到日本來去受更好的教育 而且之後就算市場上面有一些波動 日圓貶值之後市場相對穩定 也可以讓自己的錢能夠相對的穩定 而至於對日本人來說 其實當地的老闆就透露了 其實因為中國人的價碼出了一倍多 所以就算你有反中的情緒 也會看在生意的面子上 來摸摸鼻子